第三屆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即将在24号与台南点燃战火 中华小将们把握最后阶段调整状态 目标是将冠军金杯留在自家 打击上大致都有发挥 默契培养得还不错 打击就手背也有 手背失误比练习还要少 就比教练预期的还要好 除了按表操课进行训练 均衡营养的饮食同样不可或缺 小学生们特别上了营养课程 并按时补充适量蛋白质 确保身体拥有充足养分 不挑食 就 每一种 就是不要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吃 就尽量去吃那个有机的食物 不断的营养品的补充 帮助他们体能够发挥到最好状况的同时 我们也持续不断通过营养师 来关注他们一些营养的知识 希望他们平常就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可以摄取营养同时 有知识帮助他们能够开创健康活跃的新生活 期待各界鼎力相助 督管旗下 中华队能够在球场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力退各路好手勇夺冠军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